编者案,这是一个怀旧剧场上世纪90年代,随着广电视业的发展各地方电视台相近上新比,时内地电视剧逐步发任重大增多周,少于是贴着精英文化标签,在港记成为电视台中相引入的主导资源这个时候明报,一主扎梁雍先生血味消失在满城风雨之中,给予数代人精神养分的黄黄剧坐在心时,气得大众传媒里卷土重来,1994年,至1997年间逐年一部射雕英雄转,神雕侠侣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男士汹汹,每次能摘取香港年度收拾榜单的钱时,容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志,李天盛TVB金牌制作人,李天盛与此同时金庸全集,也首次以三连版的姿态重归故人逼,BF掀起主流加冕热义成风1995版神标侠侣,在内地掀起狂飙古天乐,李若同随着主题曲归去来,一息爆红,黄瑞华版天龙八部,博来后更是出现了18个地方电视台,黄金棒抢拨的惊人盛况,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的曾经八九十年代百费带兴,在内地倾尽所有击取外界精华以资养畅往多年的,急急伴随着港岛回归一部曾经影射着港民,失落与焦虑的作品,登上迎平万众瞩目,他是李天盛兼志的下一部金庸剧,陆鼎记众所周知陆鼎记,有许多老生常谈的标签,风笔,唐吉赫德,阿特等等,他创作于1969年10月24日至1972年9月23日间, 是金庸最后一部作品篇幅最长出场人物最多西思想身,度级艺术价值被迷宽等诸多名加工推卫金庸第一书,在许多读者心中与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南帆宣志有序的是写作这三部书实质,内地浩劫小说也都有一无一出,现朝阳神教日月神教全身,新秀坛,神龙教, 这些设定辛辣的教派苏权更与蓝平二次类似常常为后世之徒如窥至宝,经济乐道陆鼎记三次有多重含义小说全书围绕收集四十二章经,内地藏宝阳席展开的方矛盾冲突,最终之西八其中宝和蜻蜓龙卖在陆鼎山,中这是第一层本书以,人为刀祖,我为鱼肉人为顶或我为迷路,开篇,以路指百姓鼎指政权揭开了政权更替,移民血泪的序幕,这是第二层而第三层从着陆温领的,� 故显而易见康熙即位时天下,未定着陆中原,仍是小说主线之一善我权柄的敖带,前名公主慕王府天地会台湾正家三番,神龙教西藏方解喇嘛蒙古王子格尔丹,罗刹夺各方势力博杂次第登场,揭开机心,暗藏群雄着陆,在续幕与其说是武侠小说,吴宁说是一部家带次获得历史戏说,与张继中内地板不同,面对如此宏大的地理格局,李天生也带次故技重施尽量利用好最兼简的资源质仅简陋 又何妨还原不出云之人味,北京胡同,又怎样摄影多中景,近景少些场景镜头的雕画,而集中在人物表演身上,甚至在罗刹国苏菲亚公主的选角上也直接用了中国人,令人啼笑皆非,这就奠定了本剧的一个基调,它是舞台式的不正经的清洗剧人们总说鹿顶既是武侠界的唐吉赫德,代表着彻头彻尾的反侠反英雄,及自我颠覆解构同时如同作者本人言道对这部作品对为小宝这个人物,他时常联想,大鲁迅 李先生的,阿Q正传,某种层面上体现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底色及特定国民性这种底色是阴冷灰暗的这,种国民性是荒诞不惊,他在这场讽语,顺言李金庸将为小宝与陈靖南,康熙分别对照先说说,为小宝这人众所周知出身是请贪赌好色坑翁拐骗毒蛇腹匪匪,左右逢源溜须开马,无所不惊,但一路,却能顺风顺水观影哼通,逢凶化及其激紧狡猾,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他今天, 接近黄泉中心,山安全立场,游戏规则之故书中,第三回显为小宝出道黄宫偷吃点心竟这么想到,这千层高做的真好,我瞧这二多半,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大妓院,小说,就此与小宝至嫩的视角去窥探紫尽,成匪以所思的将妓院,与皇城对照了起来,归边到底妓院也好,黄宫也好,都是南泉俯看的高压地带都是,藏屋纳斗之所里头的人为了生存利益,可以昧上七下田不支持,毫无原则,比如贵公公是皇上红人, 无数高官甚至卑躬屈膝,阿鱼,结交哪怕他一开始定,没什么闲职地位在张继中的陆鼎记,版本里则很好还原了原著的氛围借助于至今就是,他呈现出了真正的深光轮电,高强销索空旷凝寒整个侧表,也是偏冷戏的他跟原著一样,又还同的视角去逐步勾勒出帝国权,律机器的神秘轮廓,这点的一篇深感,一切脱柔不如张继中版由皇宫推此基底陆鼎,二字深刻至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人心的腐化,与争斗无三 三贵神龙叫罗刹国,台湾众家甚至是打的正义旗号,可天地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争相主,韦小宝就是这样极非礼大成,于一身的缩影,他真实身份不明,没有正统民族观的束缚,所以毫无立场,异己主义贪污腐败,即便仗义大方有时也是权衡利弊,动机不纯诸如跟不义之结拜律事,时甚至还要暗暗将誓言打个折扣对于暗,情更是如此,尽管他对七个老婆极佳,但在韦小宝心中,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爱恋啊 柯是战利品方仪式用来趁火打劫,他见名是失虐与受虐的主子双儿是报恩的礼物,曾柔是错位的仰慕,误以为为是少年英侠,慕建平是天性纯良的感激苏玄,都成了他强奸的对象可以说这个男一号的设定相比于过往郭靖,杨过令狐冲,萧峰本尾暗主角却是彻头彻尾的颠覆李天盛的玄角功力向来独到,他大胆启用新人张志林的郭靖,古天乐的杨过陈浩明的段宇军大获成功罪于,一些有居便 有年龄感的角色,如黄日华的萧峰吕宋贤的令狐冲,也是气质对位,大受好评陈小春的微小宝或许仍是当下最佳陈小春出身公共乌村常年在底层打滚,在扮演这个角色,以前,他已经凭借古惑在系列中评嘴号作的山姬,声名确起,以玩九朝五里的阿宝,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与表演奋混,体责顺手拈来教之周兴时,张卫健的刻画毫不逊色对剧中微小宝,的拳舞刻画也做了微调,级别有用心, 在设计原著中微小宝十分过道,而且,动辄富匪因损过毒,他骂起人来,你敢打我妈你这死乌龟烂王吧,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你手被上掌上马上变身烂钉,穿烂穿,你手烂穿,舌头浓血吞下肚去烂断你肚长,贼王八你奶奶的熊我兴你十八呆祖宗的臭严皮,你四言贩子家里,严多奶奶,老娘老婆死了都用严烟,乐起来拿到街上当母猪肉卖一文,前三斤可没人买这臭咸肉,陈小春的微小宝则 尽可能正面化,尽可能提练习优点,所有乌言慧语,基本弱化为你爷爷的,许多内心活动付费也以小剧场,的舞台形式呈现增强喜剧效果,而且正如前述所言,他不然仗义却是要见机形式,看人下蔡毛十八质疑,他是否会为了一千两银子,出卖自己书里这么写道,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金老子,也绝不会去通风报信,心中却想,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是要不要做,颇有点多, 打不定主义剧中则特意补充,类依据,其他地方诸如与胡逸之结伴,使内心的讨价还价,也是能删则删援助,以为小宝受惠成性,哪怕是贪官还是良民都来者不惧,距离则尽可能体现黑吃黑,在一面诸如援助,台湾一行搜刮百姓百万两则隐去不提大结局的时候,甚至不惜散尽,加台七片片地会兄弟伪装,成大兴的宝藏,而各种逢场作戏,丢须开马也都以插歌打混式的表演方式,如重复台词,各种官场现 删删刑的阴暗,都以喜剧桥段消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和谐过,而为小宝在说,说,陈静男陈静男常备,说是就时代侠客的晚哥,他以金庸处女座,中同样反清复明的陈家洛,赵颖他被尊为台湾诸葛亮,有脱估的使命命人父我我父人立场坚定乔甘一胆,最终下场却远远不如金国和拯救汤生的郭靖,肖风来的悲壮而丧面,与其效忠的郑克爽之手,此的轻鱼红毛相比于左右摇摆,� 以徒弟为小宝席结局,真实莫大讽刺他是一个去同化化的英雄,固守江湖道义与儒家规则只能在黄旋专制的对抗中,一败徒弟金庸就这么放弃,老传统侠客陈静男他似乎把一部分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小说里的康熙身上,康熙虽然是许多汉人痛恨的达子,皇帝却立军图治相比于民不聊生,在前朝,在他的行政下国泰民安,他推崇明一代访路,欺盼君主专制制度,质疑着反新复明他本位, 道合理性如同部分港民对英人治港的困惑代表金庸,一以贯之,引以为豪的民族关康熙于小宝,是竹马之交打架相识时隐瞒,而身份从此对于身不由,挤得君王来人为小宝,成为了他能够抽离尊卑产原自由,面对的知己,而随着年岁剑掌战,在权力巅峰的康熙一家威严与小玄子渐行渐远,他与小宝名为君臣偶为兄弟,实为主仆对为小宝看得通透其所有功绩,几乎在他操盘掌握中尽管难面就 高龄小维爵也固然擅长欺少麻下,可是基本逃不脱黄沙的五指上两人情感复杂书中,第四十七回里提到,他康熙小时学了武功,无法施展,只有与为小宝牛打为乐齐,后不断派遣为小宝出外办事在内心深处,都是以他为自己替身之意为小宝年纪彼此,及小武功致谋学文件事无一及的赏,自己他能办的成功字,己自然更是游刃有余,为小宝对皇帝也不是一坛,中相为灾民捐献银字会后回嘴上衬,陈心里战妹, 此外事实尚未小宝事情,之所以办成功,并不仅仅赖于武功致谋,学文件事,还有后援无耻,剑锋使舵这对组合就如同乾隆与和珅乾隆和长不知和珅的信,但是和珅作为乾隆卑底的代言人助其脸财,能为其所不能也照出了皇帝心里的另一面书,中部演武几位大儒,甚至劝为小宝自立为帝,只因他们看得透彻所谓雄才圣君当然也不凡流氓鼎性这身,可刺开了光鲜历史虚伪的,暗角而传统之识分子的信诺,投 机与迂腐更是在这一刻,展露无疑电视剧里的康熙,由新人马迅伟扮演他相貌周正,斯文有朝气活力中汉良,早康熙直为延后非马迅伟的启阳光一面这也是一个被和谐,早康熙电视剧主打温情排,致力于,凸显康熙即为小宝之间,的兄弟情义迥然以小说为,小宝的单一是脚一开场,便以双线并进康熙提前出场编剧原创出敖白沙玉玛,大兴名史,文字玉沙玉贤侍卫,旧汤若浪 等冲突桥段,同时自然引出甲太后罗刹国营造出康熙空要满香,傲富却富被受敌孤立无援,的寂寞场景如此,与小贵子,的相识才显得那么雪中奉叹,而南门可贵直到结局还分加了为小宝舍身脱宝甲给康熙穿的桥段将原住台词里,咱君臣有恩有义有始有终,改成了有情有义,甚至还以一场不分君臣,主仆的驾身为赵也真称得上有始有终,老从整部剧的把握来看,张继中版服宜最尊重原住几 几个单元下来,为小宝入工当甲太监,敖拜事件天地会慕王府甲太后事件,保护顺至九南极杀归大会云南利险罗刹国阳威,被筛衣锦还乡品居通吃倒老底被揭攻打雅克萨,罚传救人即归隐,他基本遵循文本身直连台词,都照搬复客奈何诗之于黄晓明的油腻,表演及后期辖刺风平,并不好在香港快速紧崩,的生活节奏及生存压力下电视是大众,在以消遣的主要媒介主打商业娱乐叙事能力, 以高效为主,传达的价值观也都为正面,温情他放弃了艰瑟的隐喻,极复杂,特殊角耳里天生的鹿电剂,就是香港TVB剧成熟期类型化批量化的产物他身上带有的快摊商品的属性使之成为,可,已说是最好看的电视剧原著性比尤江没有像羊龙离合,乔峰约案那么突出的主线几个单元彼此独立人物,凡杂写许多仓促过程如李希华胡一之等,照搬下来,容易显得松散拖踏,TVB编导公立元属叙述 直截了当节奏明快不像内地许多,武侠剧那么死板几款陈小春版的编剧在尊重原著框架的前提下,增加了许多元创桥,段增强关键人物之间的联系如双儿提前出场,增进男女主人公感情羁绊毛十八约会,对象改成吴六旗为小宝毛十八路上,偶遇的沐王府人士改帷幕,剑平,方宜等人并增加了互动一些小说的梯漏,比如为何其他太监认不出为小宝假扮的小,贵子年纪尚优的小宝,为何千里迢迢上 判斤刘宇舟为何不向吴三贵出卖为小宝天地会的身份,也都一一做了休整几个老婆,与为小宝之间的情感基础,也尽可能去完善如三十次级,增加层柔剧为小宝的戏份全剧保留原著荒诞心闹的异味,弱化阴暗的色彩炎,吸了PVB剧一贯的暖色调,为小宝的贪官朋友们也都一字当头,比如最后一集所额途径,提出要以苦肉计替为小宝解为,编剧人创了判结泄密,为小宝机制应编的情节,这是� 编剧功力所在,也是全剧相较原作诗色的所在,它是一部好看的喜剧,是一部温情的闹剧,我们可以老套地夸奖它,角色鲜明生动情节,也荡起伏在《鹿顶记》里还隐藏了大众无度狂欢里崩塌,溃烂的精神异于张继中曾说要拍成中国往事,可惜也没成功,的确这部作品如同艾尔妹导演《美国往事》中那个邦当的,灰色的美国梦往事如瘟,却无处计便成小春版的《鹿顶记》的确是一个善意的存在,然而我们,笑过后还是 我们需要冷静下来追溯个旅行间,离我们某些卑劣的投影